不仅借有知名的书店举行了清仓大拍卖 上万本的高档原文书统统便宜卖给你 像是艺术写真画册原价2100 现在只卖840 还有全球性量的披头4写真日记 也从1100档到了330 另外还包括了很多红标商品文具书籍 只要9块钱就买得到 画册杂志原文书买买买一整间 都是外文书籍 包括中文英文或者是西班牙文 和范文想得到的书 统统应有尽有 为了刺激消费 清仓库存大拍卖 眼前这些上万本高档书籍 统统都是一折起跳 一些属于柳西芯的杂志 还有一些摄影的书籍 大概就是这样子 原价大概都多少钱 原价的话它这个是800块钱 那现在才199 我问小姐她跟我说房标的 所以它原价多少现在多少钱 3 6 x 19啊 所以 0.5吧 东方西看 找便宜 现场几乎都是人手一大栏 满载而归 举例来说 性感女郎艺术画册 原价2100元 四折价 840元 Pito4生前的写真日记 原价1100元 三折价之后 330元 而全台湾卖到只剩 眼前这几本 另外像是李安电影的原文书 剧本书 也都是100多元 就可以买得到 而F4大小的真皮文件夹 1800元 不啰嗦 直接下杀到一折 200元优照 我们的秀音结账台 其实真的蛮小的 那 排起队来一结账 其实就没完没了 我只能用没完没了来形容 不仅要抢好康 全球限量纪念书 现场的书籍用具 更是只要9元 19元和49元 就可以买得到 不景气 书籍杂志 清仓拍卖 果然奏效 最近转眼前红方 台北采访报道